大家都知道 在全世界交通违规都是要受到消用处罚的 在中国大多是拘留和罚钱 但是有一个这么个国家另辟蹊径 在哥伦比亚 交通违法人员在公共场合要被罚玩游戏 哥伦比亚的麦泽林是该国第三大城市 交通秩序混乱远近闻名 为了惩治交通违法人员 当地警察想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办法 发起了一项交通规则 公共教育游戏活动 这种活动有点像中国小孩子玩的跳王子游戏 受罚的司机必须按照交警吹出的口哨命令 在一张画满各种交通标志的彩色席子上跳来跳去 当交警口哨越来越快的时候 司机也会在席子上一直跳个不停 直到违规司机汗流浃背 能熟练掌握各种交通标志时才会停止 说到交通标志 你们知道红绿灯的起源吗 红绿灯的起源也是一段有趣的历史 下面小编就来帮助大家科普一下 英国的红绿灯起源 两种交通信号灯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 当时英国约克城市许多女性 都用红装或者是绿装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其中穿红装的女人 向外界代表着我已经结婚了 请不要再向我施爱 而未婚女子则一般身着绿装 由于英国马车商人事件经常有发生 英国政府就根据女人着红绿装的含义 在1868年的伦敦议会大刹前的马路上 安装了两盏煤气灯的标志 红灯表示禁止通行 绿灯表示可以通行 这一政策非常奏效 在装上红绿灯之后 交通事故大大减少 所以1886年汽车问世之后 红绿灯就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和采用